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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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板块指数 那么各股涨跌幅排名复盘 数字键打60敲回车 进入各股涨跌幅排名 按涨幅的顺域排序 分别对涨停板和跌停板进行复盘 涨停板复盘 这里的就有一个箭头向上 是涨停板 箭头向下 等于是跌停板 那么这里就会出现 发现当下涨跌停趋势 也可以进行两极选股 两极复盘选股 一是涨停板复盘 二是长阴短柱 复盘 那么复盘长阴短柱 左侧有没有底 这里就来进行复盘 好 这是简单的和大家讲一下 这个页面讲解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复盘选股的技巧 视为看盘选股 首先 视为看盘选股的启示 第一个 要选择 左侧 大英稀少的股票 明白没有 大英稀少的股票 第二个 要选择左侧 筹码下坠的股票 第三个 要选择左侧 大英贝实的股票 第四个 要选择底部 红肥绿兽的股票 第五 要选择底部 基因密集的股票 第六 要选择底部 有所异动的股票 那么这六点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一段期间 大家注意 这里的 你看啊 这里的阴呢 它有没有被羊给消化过 有没有 有没有被羊给消化过 你看 这里都被消化过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后面的消化不够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消化不够 后世的是钱 你看这个阴 是不是在二一位 这里的消化不够 所以在此处 可能会遇阻 可能会遇阻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到这里的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手跌 说三一 大家看 它的是不是手跌 说三一 是不是的 对 你先找股票 我们先视为看盘 好 那么我们一找到这个地方 一找到这个地方 就发现 这个地方 没有被消化 明白没有 那么好 它就会进行什么了 进行什么了 它就会 你看 这是放量营 对不对 它就会进行筹码搬移 这个时候搬移 就是筹码下坠 没有 筹码搬移 把上方的筹码往下搬 你看 大因搬移 大因搬移 对不对 往下搬 接着横盘消化 是不是 往下搬 你看 这里再来往下搬 对不对 一直搬到底部 好 那么要选择底部 红肥绿寿的股票 大家注意 到了这个区间 是不是红肥绿寿 是不是红肥绿寿 我们看一下 亮柱 是红肥绿寿的 好 那么选择底部 基因密集的股票 有敌有亡 有金结 对不对 有没有金结 有敌有亡 有金结 好 选择底部 有所异动的股票 什么叫异动 来 首先 这里有了金结 抬高 来了个涨平板 对不对 然后是高开低走 来了个高亮音 对不对 然后 缩三一 缩三一 连续缩在 三S之后 来了金结 涨平板 接着 零号票空站 大英实底平存线 价板量 说过高亮 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就来了 好 这是一种 第二种 就是底部 是不是涨平板 来了 那么掌平板来了 是不是一动 是不是一动 掌平板来了 这是一动 OK了 你这个不是新来的版 不是今天第一天听课吧 好 那么后世欲主 我们按照 绵板 四板 布封 就应该怎么样 这是量学的几率 四板 如果到达了此处 强阻力位 放出了高亮 强行封板 烂板 走不走人 这就是几率 一二三四 强行运阻 在此处 可能就会遇阻 也就是在这里 没有被消化过的原因 大家记住了没有 所以他在此处就遇阻了 在这个地方就要注意 好 这是四维看盘宣估 四维看盘宣估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高亮不破价长量缩选股票 高亮柱欲望与走向的温度计 高亮柱就是某一阶段最高的那一根亮柱 高亮柱 比行程 一定是庄家的某种欲望和预谋得到了市场的共鸣 是庄家主力的行为 高亮柱是多空双方交易火热的标志 一旦高亮柱后面的架柱 不再跌破高亮柱的实体 大家注意 高亮不破 特指不跌破高亮柱的实体 也就是架柱的实体 明白了吗 架柱的实体 明白了吧 这就是高亮不破 那其后面的走势就是 高亮不破 后势 闭火 所以这两天的那个 光正集团 大家也看见了 是不是 价长量说 怎么记住多 因此 复盘选股的目标 并选择高亮不破的股票 这是 为什么高低品贝 踢缩金 高在第一个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在此期间 高亮不破悬股法 与价长量说悬股法结合 尤其注意高亮不破 输量过高热的股票 比如 我们看见这一大堆下来 用刚才所教大家的 在此处 是不是筹码 在下坏 这里的大鹰 被消化过没有 大家记住这一点 这里被消化过没有 好 这里横盘 是不是又消化过了 然后往下搬 搬满了以后 注意 是不是红肥绿兽 是不是出现了红肥绿兽 底部有王 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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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炸弹 两个炸弹 三个炸弹 四个炸弹 五个炸弹 对不对 又连续五元联动 基因是不是密集了 大家看基因是不是密集了 它的基因就密集 好 那么 都是红肥绿兽 接着是不是有掌停板的异动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从此处开始 我们稍微的就把这个和大家讲 稍微详细一点 好吧 好 有同学就认为啊 我们一直学过基础 量注是根 价注是云 记住了 不要做那些捕风捉影的事情 我们散户永远只记得你的股价 因为我今天涨到了八十块钱 但是庄家永远不是看这个八十 所以他在此处 就是利用的筹码搬移 往下搬 横盘 消化 搬 横盘 往下打 看到没有 就往下打了以后 那么我们注意 此处 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里啊 等一下 我要让大家详细的看清楚 好 那我们看 这个 这个是不是高量注 首先 首先是一二三四 是四个炸弹 加他五个炸弹 接着在这里是不是高量注 批量注 对吧 批量注啊 是某公与某桃的温度计 那么价涨量 那么价涨量 对不对 它的高量是不是没破 大家注意 它的高量是不是没破 也叫变异 它的高量没有破 那么第二天一扭号跳空 是不是涨了 你注意 这里就是高量补破 高量补破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要注意一个问题 它只要一拧号 是不是要涨 我们有些同学 在此处 就只会 做一个什么问题的 假扬 假扬阵阴 务必小心 他就只接着这一句话 假扬 他有辩证 他的位置决定的性质 假扬 经过了跳空确认 还是不是假扬啊 前面和高量不破 结合起来 能不能综合体现 能不能综合体现 他就确认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里就来那个掌停板 它也是一个小贵扬的掌停板 大家再注意 这里是不是零号跳空的 高量单枪 是不是零号跳空的高量单枪 好 那我们来看 在这个地方就要注意 我们这个高量啊 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有效跌破过 最有效和无效 有没有有效 死底为首 死顶呢 就为攻 一旦站稳了 死顶 看到没有 回踩确认 那 那他就会出现 是吗 那 看这里亮度 这里要注意 这个亮度是不是很高 而在这里是缩量 三二 是不是假跌得很下的呢 那他在这个地方叫横盘 没有没有 横盘 一二三四五 时间周期 越短越好 是不是五天 一二三四五 零号跳空 站稳高亮顶 回踩不破 是不是更好的介入点 那这就是高亮不破了 这个地方就要注意 就是小燕子来了 啊 回踩不破 零号 掌停板 这里一零号 没有跟上的同学 更加要跟上 那 在零号假音 不封板 我们走人 可不可以 记住了没有 所以高亮不破选股法 与价长量缩选股法结合 凡事发现 选股出来 高亮后事不破了 价长量缩了 是不是就要注意了 我们就可以抓到一个板 那不是叫我们天天去操作 这是短线或一个波段 不要天天去操作的原因 明白吧 好 这次是高亮不破 价长量缩 宣股法 好 那么高亮不破 价长量缩 还有一种 高亮做形成的左锋 后事优选缩量过锋 缩量过高量的股票 一定要注意 好 我们看这里很明显 左侧是不是红肥绿兽 我们的左侧很明显是红肥绿兽 好 到了此处 来 掌停板刹车 到了这里 再来掌停板换挡 进阶形成之后 掌停板 好 梯子板之后 是不是来了个高亮柱 来 是不是 我们高亮柱不分阴阳 和大家再说一遍 高亮柱是不分阴阳的 高开地者主力被动车队 可能有自救 可能有自救 那十顶不能站稳 它就必然会跌 明白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十顶为弓 十顶为首 明白没有 十顶破了没有 高亮破有灾祸 等待王牌在操作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好 到了这些地方 我们叫优选 有质量的王牌柱 这只是一个什么 刹车的将军柱 是不是 三日不破 其尸底 只是一个将军柱 借助了他平衡 甚至来到了一级境界 首先是不是来到了一级境界 借助了他平衡 达到了自平衡的建构 好 换党 王牌是黄金柱 首先 我们的一柱一线 有了没有 有了吧 好 接着因 这是因 阳阳阳 量性走强 换党 一定要是黄金或远帅 OK 到了此处 来攻打其尸底 看得没有 也叫这里 也叫兵临垂下了 高亮顶底伏击圈 大家说 进入了伏击圈没有 高亮顶底伏击圈 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 那么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好好的 来想一想 进入了伏击圈 那么就要注意 王牌密集 一举夺关 被王牌密集 一举夺关 好 这里你看 是不是又来了 一级进阶了 这个地方 来了没有 台高 两概因 零号腾空 零号腾空 涨平板 好 这是 凹口了 对不对 是不是凹 这是凹口有些少 利润多有多 好 那这里 你看 这是倍量 涨平板 接着一个高开低走 不破 什么 是不是倍量 不穿 跳空 不补 对不对 倍量不穿 跳空不补 对吧 说三一 说三一 等于 说二一 说完以后 零号 四阳 过二一 接着 微增量 微增量 看到没有 说量 过高量 一过 大家就要注意了 它是不是 说量 过高量 说量 过 左风 要不要注意 一注意 你看 好 这里 是不是回踩不破 你看 回踩不破 价涨量 说 要干什么了 是不是要结合 高量 不破 价涨量 说 来做股票了 一发现 开始了 接着 涨停 接着 再板 好 这里 不出的 这一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 低开 往上一攻 就先走人 对吧 就是 很简单 怎么复盘 你只要发现 高量 不破 就要特别 注意 就要特别 注意 涨停板 赶过 左风 票 也要注意 所以 能够 勤拿 扭骨 基本 就是这几招 基本 就是这几招 好吧 好 那么 这个期间 此段 参与 应注意 左侧的空间 就在这个地方 凹口 有鞋勺 调整 就是稍作调整 在这个地方 稍作调整 好 那再看 根基老靠 金阶足迹向上 上升途中 形成高量 不破 价涨量 收的股票 定作为首选 目标股之一 大家来看 这一只股票 到了这个地方 是红肥绿兽 我们刚才说了 选股 四维选股法 那 形成 大家看 这里是形成 金阶 有没有 有了吧 他平衡 字平衡 金阶是不是足迹抬高 看这一段 金阶足迹抬高 那我们就和大家画个圈圈 一 这是不是二 是不是足迹在抬高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在抬高 是不是又在抬高 好 那再来看一下 到了这里 我们所采用的多是 倍量公关 看见没有 上涨途中的单阴不是阴 双阴系盘也好 横盘三到五天也好 一定在上涨途中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所以很多股票 你不要看 我们一定要结合位置定性 好 请问这个 这个是不是高量柱 是高量柱吧 是不是倍量柱兼高量柱 是不是倍量柱兼高量柱 后面 是不是架涨量输 你看 是不是架涨量输 接着你看 又是一个高量柱 你看 又是高量不破 是不是又是高量不破 高量不破零号挡平板 对吧 高开低走啊 你就做波段 你会做高抛低吸 你就做高抛低吸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一定要注意 架涨量输 折积做多 单阴胜 看乙症 没有没有 单阴胜看乙症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高量不破 倍量不穿 好吧 双阴系盘 一定要有底 回踩不破金街 回踩不破工坊线 记住这两个要点 只要进阶足迹抬高 那么上升途中形成高量不破 架涨量输 作为首选的目标 这是做趋势股票的 必选之一 就是做中线 做一个波段操作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很简单 你不需要画很多 就是有一根基柱 你看这是一根基柱 后市回踩不破基柱 OK了 就会形成了工坊线 这里你看 又是一根基柱 后市的工坊线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这里又是一个基柱 跳空步步 形成一条工坊线 趋势逐步向上 然后台阶逐步加大 它的架度实体也加大 然后高量不破价涨量输 这是我们的首选目标 好吧 这是做选 我们一个选的趋势票 选中线或波段操盘的 这个选股的目标 就是这样来操作 好吧 好 那再看 你看这一只股票是板后 什么 有枪 是不是 绑后的单枪 绑后单枪就形成了一个高量不破 架岔量输 那在这一阶段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 这后市你看 也就叫康梯地匠 后市必上 量柱 高量不转移 康桥不顺移 以基柱的实底画一条线 没有 实底画一条线 大家看 这两条线它破过没有 破过没有 它就不破过 它就在这里横盘消化 那一发现 注意 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凹口平亮柱 注意到了没有 这两根亮柱 这两根亮柱来看 是不是一样的 微正亮 好 那它现在是不是高亮柱了 是不是高亮柱 接着对于昨日来讲 它是背亮柱 背亮过左风 要不要注意 要不要注意 背亮过的左风 并且是领后 这个领后是非常越级 这就在横盘途中的 极阴赤阳 和大家政客讲过了 阴阳 阴阳 间隔 横盘途中的极阴赤阳 当它背亮过左风 回踩不破 是不是背亮不穿 高亮不破 跳空不补 对吧 好 那么在它来看对比 以昨日对比 它是不是高亮柱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高亮柱 好 高亮柱之后 你看后面 是不是高亮不破 就在这一段横盘 就在这个期间横盘 你看到高亮柱 是顶有没有破过 你看一下 有没有破过 后是高亮不破了 那这里是过 这是回踩不破 有整个趋势 在这里来讲 它就是回踩不破 回踩一不破 来 是不是来了一个 背亮再过左风 你看到没有 背亮再过左风 回踩不破 记住 阻力都会有一个确认的动作 回踩不破 零号腾空 又是一根高亮柱 后是 你看 到了这个地方 来 高亮 破不破 高亮破不破 它又是高亮不破 来 亮柱 然后 然后呢 仰盛进 看到没有 你看 又来了一波 好 那 到了此处 再回踩去的 你看它 高亮 破不破 你看 是不是高亮 不破 高亮不破 后是必火 你看 又是赤阳 又是石子星 零号腾空 所以 来了一个版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现在一定要记住 高亮不破 找到高亮柱 十顶线 所以 就是我们选股的目标 今天和大家讲的 我就不讲那么详细 杨盈盈呢 我都不讲了 主讲的是高亮不破 价格量输 大家明白了没有 在这个区间 你只要找到高亮柱的十顶线 在这里找到高亮柱的十顶线 就OK了 好 这是高亮不破 好 再看 复盘选股的技巧 单枪选股法 我们有些同学 就是他只知道 单枪选股好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用 单枪是阻力和庄家的经典绝招 通过单枪试盘 探测阻力或称力 找到进攻或撤退的方法或时机 单枪选股是四盘选股的常用方法 应选择上升途中的单枪 记住 上升途中的单枪 为什么国光光正集团掌停板打开 还要关注 因为他在上升途中 所以是上升途中的单枪 下跌途中的单枪 出逃就跑 你出逃就是赢 选择要选择量能含蓄的单枪 最好不要是高量柱 如果是高量柱 就要结合高量不破 明白 一般要以缩量单枪 倍量单枪最佳 扶盘选股过程中 一旦发现单枪打过了上方重要的平衡线 就应该纳入视野 跟踪观察其后续走势 在昨天前天的收平当中 我们有单枪有双枪 所以他后势回踩不破 这就叫单枪 他有几种 所以应该后续持续关注 单枪悬股法 打过平衡线的单枪 大家就要注意 底部根基老炮 单枪打过上方重要平衡线的股票 复盘选股 纳入视野 跟踪观察后续走势 比如 大家看这只股票 这里是掌停板刹车 掌停板换挡 大家说 这只股票将会不会流 刹车家换挡 接力小双羊 对吧 回踩精准线 掌停就在眼前 他乌鸡就会变凤凰 好 再来看 这里是个背量掌停 对不对 换挡 接着来了一个背量单枪 是不是的 好 接着是不是回踩不破 你看 是不是回踩不破 所以第二天 零号冲击 中大洋 来了个假银真洋 对不对 假银真洋 缩量十字心 你看 是不是缩量 缩量十字心 他找到了平衡 但是 这一天 上攻 我们说假银真洋 是上涨为强 他是不是个强装 你先告诉我 首先他这个强装 对不对 好 他在此处 没有有效突破 其大英司令 对不对 所以 继续跌 好 一跌 就注意 那么 在这个地方 没有形成王牌柱 对吧 好 但是 大家注意 这条金阶 有没有被破坏 我们的根基 有没有被破坏 就是我们的基因 有没有受损 首先 基因 没有被受损 好 马上 赤阳 过全音 三日做王牌 一二三 是不是有了一根黄金柱 所以横盘 有了黄金柱 就OK了 好 大家注意 这是架涨量平 好 这里注意 零号 有没有单枪 注意 这里就有个零号 小费阳单枪 打过 左侧重要的平衡线 这个时候 要不要 纳入视野 根据 跟踪观察 零号 单枪 过左锋 那单枪 没有站稳 没有站稳 左锋 如果四日零号 跳空呢 这就叫 单枪 零号 战法 单枪加零号 组合战法 就要开枪 那接着 架涨量平 架涨量真 假阴真阳 千流带涨 对吧 那么我们一看 这里又来了一个 稍微里有一个高开 往上一攻 分时不对头 我们可以走 那么 在这个地方和大家讲的 就是一定要单枪结合 零号战法 这个零号 要参考 分时三围 我再和大家说一遍 比如 这个股票在此处 是这样的 干不干 那如果 它高开是这样的 来 怎么搞 这里就不能买了 所以 静态和动态 要结合 好不好 这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所以 我们一定和大家 在政客里面都讲的清清楚楚 好不好 好 这是打个重要平衡的单枪 那么再来看 这里 是一个大理现场之别 是依托左侧 这一根大音 上不过顶 是不是 下不破理 它没有别处 框架外 没有解别 那么什么时候解别呢 好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单枪 注意 这是不是一个单枪 这是一个阴单枪 打过了重要平衡位 但是 它有没有 跳空啊 它有没有零号啊 没有 它是向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注意 这里来了一核文 四阳过阴半 好 零号跳空 过阴顶 一二三 先看王牌柱 是不是元帅柱了 有没有元帅柱了 好 有了元帅 我们来看这只股票啊 既然有了元帅柱 那么这个单枪 一过左锋 应该怎么办 那 零号单枪 那零号倍量单枪 过左锋 无论你跳得多么高 你就应该干 我们这里有一位同学 是不是在这里就干了 一干 一二三 四个掌平板 对不对 这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零号倍量单枪 加跳空组合战法 这种战法 在单枪 单枪过程当中 单枪悬骨法 战法里面 是最强烈 那当然还有实体不穿 倍量不穿 三一 二一的单枪 这里是最强的一种单枪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单枪 小霸王 亮人要喊讯 脚下有根基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好 这是两个打过纵红线 平红线的 零号单枪 对零号 好 那再看 濒临沉下的单枪 一旦发现底部根基脑靠 金阶足迹抬高 王牌密集 濒临沉下 就要纳入视野 高度关注 后续的异动 那我们来看这里 首先呢 要找到一个趋势性的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他平衡 是不是他平衡 再来看 这是自平衡 就形成了一条精准复合线 好 一 这里是不是在抬高 注意 也就是说啊 这只股票的底是不是在抬高 这只股票的底在抬高 对不对 是左低右高 左低右高和大家打来比喻的 这是一个什么项链人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个什么字 人字形 人字形 就一定是左低右高 好 再来看这个地方 好 又到了 打结 你看 这是金阶了 看到没有 他就会打结了 打结 一般都会打到第二级黄金阶 五打三或二 三打一或二 你看 他是不是打结了 这个地方打结了没有 好 打结以后又是借住了二级金阶 好 然后在此处 大家注意 这 是不是我们最近的风 我们来看 在这一段没有涨的过程当中 他是不是我们当前最近的走风 是不是的 好 那么在这个既然是走风 那么就要过风才能看 对吧 过风 他就会飙 好 那么这个地方 他就会多采取 濒临沉下 注意 这个地方就会采取濒临沉下 采用的都是枪 看到没有 枪 好 明白了吧 好 到了这里就是濒临沉下 来 这里 零号单枪 是不是过走风了 打走风 你看 是不是零号单枪 已经过了走风 过了没有 一过 来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三个跳空 一跳空 是不是要干了 一干 一个板 两个板 后续他还在架掌量说 对吧 你看 他后续是不是还在架掌量说 所以你就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种单枪 王牌密集 濒临沉下 单枪组合战法 才能够找到我们里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大的趋势 明白了吧 好 那一旦发现底部根基牢靠的 金阶足迹抬高 王牌密集 濒临沉下了单枪 就要纳楼 适应 好 再来看 复盘选股的技巧 涨停板复盘 好 涨停板为什么要复盘 优选热联板块 首选涨停趋势的股票 比如 这一只股票 我们来看 大家看他的左边 是不是有涨停板 首先他的左边 是不是有涨停板 这就是代表 主意在吸筹 然后在此区间 干什么 横盘 也就是经过一个 现场之边 对吧 那他一旦突破 这一根高量柱的势力 大家说 他会怎么样 就是在这里 就是个高量柱的势力 对不对 高量柱的势力 好 我们来看 这里有了一个什么 有了一个王 这里是不是有了一个王牌柱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了一个王牌 对吧 好 接着再下来 长阴短柱 又有了一个王牌 并且说为了百日低量 对吧 好 这是不是单枪 注意 这是不是单枪了 是不是在打走风 打走风 金阶不穿 双阴洗盘 金阶不穿 杨盖阴 又是一个单枪 好 这是一个上探 但他从跌停板打上来 是不是又来了一个单枪探底 加踩底 那跌停板起来这天是最大的移动 对不对 涨停跌停都是移动 这天起来之后 明显看见他过了走风 但是他是一个假扬 对不对 是不是假扬 你注意他是不是个假扬 那么他是当前目前高亮柱 是不是高亮柱 来首先 我们来看 他是一根高亮柱 对吧 看亮柱是不是高亮柱 接着他是过了高亮柱的顶 对不对 过了 那这里是一个说一辈假扬 是不是说了一辈 回踩不破 高亮做走风 对吧 那他在这里是不是高亮不破呀 是不是高亮不破 这里是不是康桥了 高亮搭桥 康亮过桥 燕归来 回踩 说一辈假扬 零号跳空 直接干了 那天顺五分 为什么办 那王子老师点评的 就是这支票 那这一天是说亮过桥 这一天是回踩桥墩 明白没有 说亮过桥 回踩桥墩 然后零号一栋 请问 这是不是一个单枪啊 对吧 那他这里除了异动 这个零号是开在他的石顶 是不是最大的异动啊 那这是天顺五分 这一天可以不跟 我们可以不跟 我们发现这里有了异动 而回踩不破 刚好高亮不破 保住巧面的石头 零号一跳空 是不是应该打进去了 对吧 零号一跳空 可以打进去了 好 这里是数量过了高亮 架板量 第二天这个板 还可以干 看到没有 一干 一二三四 后面还有 对吧 直到他 第五板 第五板不封 我们走 不走的话 就要享受跌停板 大家明白了没有 所以 他是仓促物流 第一个龙头鼓跳 他经过了长时间的运母 明白我说的 他经过了长时间的运母 所以优选热点板块 这就是一统天下冒盘 能够发现天顺五分 那一天 我们很多同学都发现了他 对吧 是不是的 这一支票碗 我们很多同学那天 全部发现了他 从跌停 然后冒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个的 一定要记住 好 我们看一下 他是怎么冒的 好 天顺五分 好 我们看他怎么冒的 我们复盘的奖 他这一支票里 大家看 他是怎么冒的 这个一统天下看盘 是不是很清楚 很明白 是 异动了 大家看 是不是异动了 很明显 是有资金进来了 很明显 是最大的异动 这里 超过了五分钟 没有 超过了吧 那他 有了异动 我们就应该 把他 加入自选 明白 我说的意思没有 加入自选 那么 这里 就要注意 你看 第二天回踩不破 是一个小燕子 是不是缩量 缩量一倍 是个小燕子 好 零号腾空 大家看 他的零号腾空 你看他的零号腾空 是不是腾空到哪个地方 他的开盘价 是直接开在了他的 什么 实底线 这是最大的异动 是不是应该干 这是最大的异动 就应该干 明白吧 这里就是讲到 如何发泄异动 好吧 好 这个就是 复盘选股 涨停板复盘 它相当于是不是涨停 你说 它从底部起来的 对吧 跌停板 到冲 这个要注意异动 好 再来看 涨停板复盘 我们来看一看 这只股票 是年因下跌 对不对 制度股份 是不是年因下跌 打结 你看 这里是元帅 这是元帅 这里实行变盘 然后形成一条清街 大家说对不对 是不是形成了一条清街 很明显 此处是不是红肥绿兽 价族和价族对比 亮族和亮族对比 是不是红肥绿兽 有底有王 有金结 年因下跌以后 刚好打到此线 来了一个涨停板 对吧 好 这里是不是我们最近的左锋 是不是最近的左锋 涨停板 复盘呢 互联网 当时的互联网龙头 那明昊跳空 在这个重要的平衡线 请问 这个板能不能干 这个板能不能干 这个板是大胆的干 是非常干的 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定要干的 所以涨停板复盘 一板 他后面将近四个板 是不是有四个板 有没有 是不是将近四个板 他就将近有四个板的空间 所以一定是要高开在重要的平衡线 大幅跳空 在重要的平衡线上方 这是可以干的 好不好 这一定没有问题 好 那他涨停了以后 你看他是不是个高亮柱呀 对吧 他涨停了是不是个高亮柱 那他高亮不破 后面会不会涨 你看他又是个背亮柱 是不是背亮柱 又是个背亮柱 所以他很健康 好 因为他风板 第一个板是飘龙 是不是 底部出飘龙 那就要注意后近 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底部出了飘龙力 一定要关注他的后近 来 我们在这看 制度五分 看一下 这里就是开展了重要的平衡线 对不对 开展了重要的平衡线 大家看 他这一天是不是非常健康 来 是不是飘龙 这就是沃隆 来 涨停板 对吧 在这个地方我提醒了大家 制度股份 有异动 我是不是当天在这里和大家提醒的 提醒了以后 你看 他就在这里 圆脚往上推 是不是 直拉恐龙 然后形成了 三一波 淋陷 然后我们刚好打到此处有打拐机会 没有 在这里又有一次机会 那一次两次 可以把它打进去 打进去以后 享受的是多少 享受的是后面的涨幅 明白没有 享受的是后面的涨幅 如果没有 在这里 那零号跳空 在左风之上 回踩 之后 更是我们的买点 一个把 两个把 来 拉恐龙 你看 恐龙抬头 赶快 什么 恐龙抬头 赶快逃走 理直系组标准就OK了 你就OK 恐龙抬头 赶快逃走 这里恐龙的标准 和大家讲过 也是一样 五到六 五分钟时间 直拉 四点五格到八格里 就是恐龙 这就是标准 OK 你先走 沦陷不跟 大家发现没有 沦陷是不跟的 而刚才和大家讲的 这里 它的沦陷是跟的 明白没有 它的沦陷在这里是跟的 而刚才 它的沦陷 是不跟的 明白没有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 恐龙 明白吧 两个不同的恐龙 沦陷很重要 好不好 沦陷很重要 好 这里 就是我们 讲到 掌平板复盘 好 再来看一下 一统天下 那板块 异动 选股票 这里 就要注意 我们和你讲过 有些老同学 已经熟悉了 尤其是新同学 这里 是 股子期货 一般 就在这个地方 股子期货 将会影响到 主编 深圳 城址和上海 上镇 那到这里的 股子期货很重要 它也有 冷线 一种天下 看盘的时候 这里 它有冷线 它在拉 它们都要拉 它一跌 它们跟着跌 好 这是一个 都要从右向左看 好吧 然后看到这个地方 是行业 概念 一般 看行业和概念 水在前面 它今天 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 所以行业 和概念等板块指数排行 主要关注区域 按涨跌幅 涨跌数排名 好 然后看到这个地方 是深圳A股的涨数 跌数 进入在前几名 你需要注意 这里也是 深圳A股的 上镇A股的 这里 就是涨跌幅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是自选股和自定义板块 好 自选及自定义板块 个股的显示 你自己切换 自己切换 好 自选或自定义板块 个股日向及分时切换 就OK了 一统天下排面 看盘基本的方法 一统天下看黄白 上下 黄白双线 明白没有 上线白 银子没 天下黄 银子就没 线上黄 线上黄 银子涨 二级对比 找乐点 一拳以后 找涨数 第一里 找涨数 跌数第一里 三维正凡 定多空 就是 真实的三维 正三维和道三维 我们定多空 四季同窗 抓首选 主次 那可能我们的牌面就四个窗口 四只股票 你抓第一个 抓首选 五个拳头要捏紧 就量价时空拐 这个也是要高级办理 六级台阶系新坚 就要丁三访四 七波分尸找拐点 这也是高级办理 八元对比真假先 也就是看盘八法 看盘八法 我发给大家出来 这个简单的和大家讲一下 简单的 这是一统天下板块 板块选股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个地方 板块选股 首先 数字货币 板块日向的解析 此处 是一个低开的 高走力 是不是一个 缩量的 假扬 是不是假扬 假扬 未过二一 第二天有一个探底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找到底了 接着 缩量过了高量度 对吧 然后长腿踩线 踩了 实底零号腾空 对不对 好 零号腾空 假阴真阳 后面天流带涨 然后再往下跌 好 这是新生概念 往往都会有资金炒作 大家记住 新生一个概念 都会吸引资金去炒作 复盘选股的时候 因优选 强于板块走势的股票 或跟随板块 有所异动的股票 这是数字货币 好 我们来看 数字货币的各部 数字货币板块 一动 日量波 就在这里 这里的量波 所以我们只讲这一天 向下打 是不是 有底 注意 来 有没有底 有底以后 开始 开始变波 看到没有 开始变 然后低点不低 看分时量度 增量波 是不是增量了 增量以后 足迹向上 回踩雷线不破 是不是回踩了雷线不破 明白没有 回踩了雷线不破 那么第二天就出现了跳空 对不对 第二天就出现了跳空 所以数字货币 我每天呢 在一群里面喊 那不是喊着好玩的 我说 哎呦 数字货币一动了 某某某一动了 那不是给你喊着好玩的 那是喊完了 要大家都去看 明白吗 我会说 哎呦 这个是小幅一动 我就会跟大家说 这是小幅一动 明白吧 这个就要去看 你不分析 你等着天下掉 怎么可能呢 好 这是数字货币 那再来看 汇金股份 首先 我们来看这只股条 在这个地方啊 是有一个掌停板 对不对 然后呢 形成了一条黄金线 来 再来那个 被量过左风 对不对 被量过了左风 然后你看 我们刚才和大家讲过 高量不破 被量不穿 他穿了没有 穿了没有 就是被量柱 被破坏过没有 实底没有被破坏过 好 打左风 说量洗盘 再来单枪 零号 涨停板 对吧 好 零号一涨停板 那 高开低走主力 被动撤退 说量 一倍 是真跌 还是假跌 来 回踩不破 这根被量柱的实底 也不破 这根被量柱的实底 对不对 被量不穿 回马枪 假银 高开低走 又是说三一 说三一 等于说多少 又是说了二一 左侧 有没有一个被量不穿 高量不破 有没有 你看到这里 有没有一个被量不穿 高量不破 有吧 好 那横盘 接着呢 你看 打到 英底二一位 是一个单枪 对吧 接着 过 来了 你看是不是过 回踩不破 回踩不破 就形成了一条 是吧 黄金柱 攻防线 涨停板 对不对 你看 一样的和板块 回踩大洋二一位 来 微增量 然后再跌 这个微增量和板块一样 是不是 也是踢量柱了 是不是也是踢量柱了 我们的板块是不是踢量柱了 也是踢量柱 个股也是踢量柱 那就要注意 那他一低开 上攻不过 你叫刨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是从板块里面来选 你看 是不是 价板量说 回踩不破 还可以持有 接着这里 踢量柱 结合板块 也是踢量柱 好 这是灰金股分 日向的解析 好 我们再来看 股 他的异动日量柱的解析 好 我们来看 这一个 就是什么 讲他的量柱 二一位 好吧 二一位的量柱 就讲这一天 那我们看 这里一直在临轴之下 对不对 是不是在临轴之下 你看 他在这个地方是个高开的动作 对吧 不是 是一个低开往上一攻 然后往下打 对吧 好 这里是不是一个尖 是不是一个尖 然后再往上攻 不过临轴 对吧 临轴压制 然后往下打 好 我问你 这里是不是来到了左侧 大洋的二一位 九点五九 来了以后 注意 这 是不是一动 这一段是不是一动 先于板块一动 民营板块一动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引领板块一动 你看他的分时是不是出现了一动 来了第一个掌停板 请问他 是不是 单枪 他是不是单枪 是单枪吧 对 这里就是一统天下冒盘 冒出来了 对 他就是单枪 所以你看 他第二天 涨停板 看到没有 他第二天就是个涨停板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 涨停板 复盘也好 一定要知道 如何伏击涨停 如何伏击涨停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这就是资金 进来了 有资金 这就是一动 一动 记住 这是一动 好 那我们再看 蓝科 蓝科 科技日向的解析 首先呢 看到这一只股票 就很流差了 这里 你注意这是黄金 做这英元帅 是不是精准复合黄金线 是精准复合黄金线 对吧 好 这里就出现了 元帅 金阶 是不是在抬高啊 那 一 二 抬高 往上攻 他都是红肥绿兽 贴量吸收 缩量打压 然后来的长银短柱 打结 大家看他是不是打结 他一打结 是不是打到了左侧 一打到 缩以备 低量阻 零号跳空 贴量单枪 这个贴量单枪 要不要预警 过了二一 打过左锋 要不要预警 一预警 零号跳空 对不起了 你看这里已经过了二一 就要注意 甲阳经过了第二天零号跳空的确认 占我了二一位 对不起了 第二天再出零号 你想都不用想 这个时候你想都不用想 你看 回踩不破 长平 一二三 是不是高亮度 高亮 你就跑吧 这里介入 这里介入 是不是可以享受将近三个掌心吧 是不是可以享受三个掌心吧 很多同学 你只需要一个月做这一支就够了 对吧 这是党科科技日向的解析 好 我们再来看 亮波 这里是这里的 所以这是一个掌平板单枪 对吧 是不是的 过了这个地方 再来看 是零号跳空 好 这里是当日的亮波 好 我们看 这是一个低开高走 零线在不在根 我们一定要记住 亮学的零线 就是它 零线 好 这个地方注意 我们看一下 这里和这里和这里 天线 距离零线 是不是有点远 是不是有点远 它叫必然回归零线 它叫回归这个零线 明白没有 好 这里没有有效跌破零线 那么再上去回踩零线不破 对不对 你看 不破了吧 然后 然后跟随板块 增量掌平板 你看 圆角 圆角 掌平 所以在这个区间 你看 是主峰高亮度的实底线 16.02 对 16.02 也一定要注意 好吧 就是这里 来 峰板 来 回归不破 你看 这个地方啊 简单是不是回归不破 那 掌平板 重要的 是不是这三天的建构 大家告诉我 重要的 是不是这三天的建构 做扎实了 左侧 有了他平衡 金阶台高了 有了下面的日向建构 他才能够体现出来 他才能够体现出来 不然的话 再好 他也板不了 但是对不对 再好 他也板不了 好 这是 我们 一二三 对吧 百分之三十 在这里拉高 你先出去 就OK了 好 你看 他的二板亮波 来 这是一个 什么 一 二三 四 还达不到 他有个恐龙的标准 上行尖叫 下行尖叫 然后呢 形成了低点不低 看到没有 低点低不低 低点不再低于他 上攻 回踩人线不破 大家想一想 开舱 开枪 最好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回踩人线不破 开枪 封板 这就是这个第二板 回踩人线不破 在这个地方 最好的 就在这里 开枪 低点不低 已经告诉了我们 明白吧 你看 他的低点不低 你看到没有 他的跳空 不补 这是 临轴 低点不低 高点上移 人线不破 封板 回踩 无量 无量 回踩 好 这是简单的 好 再看 聚龙股分 日向的解析 聚龙股分 看一下 我们首先 一定是要 基因老套 这里 是不是一个高量 高量柱的涨平板 是不是高量柱 背量柱涨平板 是不是高量柱 然后 是不是在左侧 形成了一个高量不破 背量不穿 对吧 站稳高量柱十顶 你看 回踩 以后破不破 后势不破了 阳 你看 元帅柱的后面 必须要合力 阳 阴阴 踩黄 阴 踩黄 背量柱十顶 高量柱十顶 一踩 赤阳 过二一 来 往上 他又成了黄金柱 阴阳阳 量性走强 好 我们再来看 他又是一根背量柱 对不对 背量柱的石井 花一条线 后势回踩 背量柱的石井 破不破 这都是单枪 下踩 上探 下踩 阳盖阴 那 单枪 打走风 回踩不破 看到没有 三一二一 补破 也是单枪战法 回踩不破 掌停 好 高开低走 阻力可能有什么 高开低走 阻力可能有自救 对吧 所以 他在此处 来了一个高开 来 一进 站稳二一 一进 第二天四路 高开低走 你先走 高开低走 阻力 被动撤退 可能有自救 回踩 左侧 有没有底 有没有底 这是一条军阶 有底 好 四阳未过阴半 所以他 长腿踩线 再来踩一次 一踩 零号跳空 掌停板 一掌停 接着 零号腾空 过阴顶 零号腾空 过高亮柱 十几天 请问 他 强不强 他 强不强 他 根基 老靠 根基 老靠 所以 板块 抢进 他就 抢 好 这是 一个 那我们 今天 在这个当中 谁最强 大家想一想 今天的数字货币 谁最强 好 我们又回过头来 讲 数字货币 好 数字货币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 谁最强 请问 是不是巨龙最强 是不是巨龙再强 来 在这里介入以后 有没有肉吃 大家想一想 这个掌停板零号 掌停了 是价板量说 第二天高开于 重要的平衡线的上方 可不可以打 打完了有肉吃 吃完了 数量一倍 是不是假跌 今天领号 又冲板 请问 他是不是强于板块 强于大盘 强于板块 他可不可以持续跟踪 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去想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他今天的量 今天的这个 是什么 那 往下 高开 接着 低点不低 是不是低点不低 往上抬 零线不破 圆角 来 零线不破 圆角 往上推 来 我们请问一下 他是不是强于 我们的 这个板块 他将引领 我们这个 引领了 我们这个数字货币 对吧 这个 一定就要自己去分析 要敢于来看 强者票 这里 你注意 他是架板量缩 在这个板 是一定可以干的 干完了 这里先走 那怎么走 你看 恐龙 下行恐龙 不卖 上行恐龙 卖出 OK了 假音阵阳 说量三一 或说一倍 零号跳空 分食健康 今天也可以打嘛 对吧 打完了 我们再来嘛 根据不同的走势 我们再来说 结合 单枪战法 大家说 他今天量 是不是不大 他今天量大不大 或者明天高开低走 你可以先出 对吧 OK的 是一样的道理 好 那我们就 讲 继续 好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我们就进行下一支了 好 那再来看 这个巨龙股份呢 从这里 是当日的量波 那日向是黄金线 尖加元 对于什么 你看 尖加元 等于什么 这就相对 是不是一个黄金线 你看 是不是工藏线 等于钱 然后碳水板块 拉伸 沦陷不破 收在人一线 你看 在这里吧 碳腿 接着领后高开 有没有钱呢呀 你想想有没有钱来了呀 这个钱就来了 我们所以一定要关注异动 好吧 好 再来看 这一天的量波 你看 这里 是 什么 零号 零号高开 零号高开 915是他的收盘价 923低点不低 高点上移 雷线跟随 OK 来 这个地方回踩 是对应日向 左阴时领 多少 9.51 回踩确认 拉伸 横盘 左支 右撑 往上推 人线跟随 1234 封不封 1234 避封吧 所以他小倍 缩量涨平 优先涨平 好 那第二天开在重要的平衡位 更加要干 你看 开在重要的平衡位 大幅高开 看见没有 大幅高开 回踩不破 人线在跟 好 在这里有一个往下打 注意 低点是不低的 对吧 低点是不低的 抬高 低点不低 抬高 你在此处 可以先行高抛 比如 日向看懂了 在玩这个的时候 你在这里可以低点 右风 低于左风的时候 可以显得高抛 而当它此处 打到低点不低 下面没有量 注意 就可以再行低息 把仓位低进去 前提 是要日向好 好 拉伸 再上 回踩 人线不破 大家注意 封了板 就是这一个板 大家再来看 日向 是不是小被羊 掌底板 日向 小被羊 对吧 所以日向为王 记住了没有 你不走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 做T领 就高抛 低息 做到利润的最大化 一定要结合在日向上面 我们今天有位同学 我看见他问了一个问题 比如 有一只股票 他连王牌柱 现在没有 他问能不能低息 用量波来低息股票 那他就搞反了 对吧 他没有根基 你那个量波怎么低息呢 那么扯淡 好 这是聚能股份 二本 二本的量波解析 好 复盘 选股方法 总结 复盘 选股方法 总结如下 第一 走势强于大盘里 先于大盘起稳 利是上扬里 记住了没有 我刚才讲了一个 聚能股份 有没有道理 首先强于大盘 先于大盘起稳 利是上扬 特别是在大盘大跌的时候 更可以看出 谁是强者 更容易发现 谁是流股 所以啊 今天的这个涨停板呢 有些股票 你们大家都要看一下 第二 走势上处于上升通道 有的还突破前期高点 不断创新高利 也就是常速的右侧交易 等它回踩到位 即完成攻守 再展开冲的前夕介入 这种股 胜算大 风险小 然后关注涨停板 涨停是强势股的表现 涨停板是强势股的摇篮 特别是连续掌均力 更要关注 更要关注 好 那么 第三 在热联板块中 抓龙头股 抓不住龙头老大 就抓龙头老二 热联板块 不是一日游泪 往往能持续一段行情的板块 为什么和大家长期来讲 大科技大科技要反处关注 它不是一日游的一个板块 它是资金扎堆 它不是一日游 它能持续 第四 涨停基因 是股票带涨停的基本要素 和基本动因 涨停密码 是三个以上涨停基因 同时出现 根据不同组合产生的一种合力 往往形成不同的爆发力 从涨停的基因 涨停密码入手 它既是伏击涨停的重进 也是选股的一种好方法 第五 每个基因的含义 它的出处 位置 变异 组合 通过反复的测试 以达到熟练生巧 融会贯通的境地 好 那么今天晚上 我们这个复盘选股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